成功的人生 成功的人生需要五种人名师指路,贵人相助,亲人支持,对手伺机,小人敌人成就。 人的成长和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总会出现若干次拐点,或者低谷。 这个时候,若能得到贵人的真心支持,即容易走出困境。 那么,如何才能遇到命中注定的贵人呢? 下面教大家五招遇见贵人的方法,一起去看看吧。 一贵人是可遇不可求,贵人就是在礼迷失方向的时候为, 你指点迷津的人当你急需帮助的时候为你雪中送炭的人在你苦苦等待的时候为你一蹶不振的时候给你鼓舞与激励的人, 可能是熟悉的人,也可能是陌生的人,贵人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无所事事,成天幻想住贵人相助就能成功,无异于守株待兔。 因此,不能心存舍望亦存烫念,一心想住天上掉线柄。 贵人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这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阳光积极正能量。 自古以来,出现人际交往,大家都愿意和一个阳光积极的人相处。 俗话说,你不急,想帮你也带动不起来。 并且一个阳光积极的人总是能够发,献机会然后把握住机会。 如果一个人整日忧郁烦闷,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整天满腹牢骚,看什么都不顺眼,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 每个人都对不起你,抱怨不断。 这种人所形成的气场是会暗尖色的,让人难以接近,更不愿意接近。 这样的人,哪里有人去帮扶你呢? 三十克要心怀感恩,贵人不会凭空出现,更不会无私地帮助你。 有不少朋友总认为觉得帮大忙就大难才是所谓的贵人,其实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这心态首先就不对。 其实每个人身边都有贵人包括父母的养育老师的教导,长辈的教会,爱人的呵护,哪怕是陌生人的一次热心的指路,我们都需心存感恩,慢慢你就会发现身边的贵人越来越多,事业越来越顺,否则你就很难遇到真正的贵人。 四千万莫存贪念,当在你的成长中得到贵人的帮扶,这是上天给你的赐福,得知性业尽别心存。 能以不登天,再强大的贵人也只能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时间内给予你帮助,真正的还需靠自己。 如果把贵人相助当成了应得的,一旦心起贪念,贵人同时就会离你远去,更有甚者,那些已曾经帮过自己的贵人为牺牲品的人,更是严重地伤害了自己的贵人运,往往很快好运也就到头了。 因为连帮助你的贵人你都能伤害,不懂感恩,谁还会帮助你呢? BIE,贵人不会凭空出现,做到这点才能在生命中遇到贵人,无虚怀若骨,林泽徐有句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人要向有所成就,就必须要豁达大度胸怀宽阔,按照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空碑心理。 人毕竟是一个社会属性的动物,除非是绝对的出世达人,一般来说,从小到大不可能一直靠自己,无一例外都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的帮扶合作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你不够谦虚恭敬,又有谁愿意成为你的贵人呢? 自身努力是获得贵人相助之本,自身努力到位的人,才是值得帮助的人,一个值得帮助的人,身处困境时,就一定会出现贵人助你一臂之力。 自身努力到位的人,才是一个跌倒了能扶得起的人,在你跌倒时,就自会有贵人出现在你的面前,愿意拉你一把。 贵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那一双识别英才的慧眼,一个不值得一帮的人,一个跌倒了就扶不起来的人,就是扶起的阿斗,是不会得到贵人的垂青。 贵人的助力的,口得决定一个人的运势聪明,从不说伤人伤己的种话,常言道众口说心,机会消股,能言善辩,这是想难得的本领。 但是过了就变成了口无遮拦,给自己带来的就会是麻烦了,古人说口能吐玫瑰,也能吐吉利。 一个人如果只有能说会道,却不见得被众人抬爱,但是他言语之实,表达的是对众人的关怀和仁爱,充满了仁德,就会被大家喜爱。 古人云口能吐玫瑰,也能吐吉利,修炼口德。 自己的气场,一身正气才能好运多多,口德好才能运势好,运势好才能少走万路,多些成就。 恶言不出口,苛言不流耳,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修养,这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风生水旗好运来,出严阵,四马难追,伤人伤己,运势必定越来越差。 下面这十种糟糕的说话方式一定要戒掉。 一介多言,并从口入,或从口出,说话不要太多,言多必诗,莫子中记载,莫子的学子勤问莫子多说话有好处吗?莫子回答说蛤蟆青蛙,白天黑夜叫得不停,叫得口干蛇皮,可是没有人去听他的。 金晨看到那熊鸡,在黎明暗示体教,天下震动,人们早早起身,多说话有什么好处了?只有在切合时机的情况下说话才有用。莫子告诉我们,话不再多,会说话的人总是在恰当的时机说出恰当的话。 二介清言,言不可轻说,若说话更改,不如不说言不可轻诺,若应诺更改,不如不诺,不要轻率地讲话,清言的人会招来责怪和羞辱,不要轻易向人许愿,轻易许愿,会丧至信用。 三介狂言,不要不知轻重,胡侃乱说,往往后悔,清代山因心先生言为人行事误畅狂,或服冤前各自当,唱狂还是谦下,这是直接关系住个人的或服的,人展现在他人面前的无非言语堂,言语又最直接,所以说话切记狂言,狂则惹眼,狂则招恨,很容易惹来或是。 四介直言,不要不顾后果的直言不惠,否则也会引起麻烦,直话,要转个弯说,冷冰冰的话,要加顾及别人的自尊,把别人的自尊放在第一位。 五介近言,说话要含蓄,不要不留有余地,知人不必严禁,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口德于己,责人不必科进,留三分余地于人,留些度量于己,为人处事请劳进人穷。 人穷不认三账,失意不求三人,人生总会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当我们还很弱小的时候,当我们实力不济的时候,为人处事的方法,就不能够向成功的人士学习。 所以混社会一定要记住,人穷不认三账,失意不求三人,一人穷不认三账,一不认倒霉的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遭遇,越是你遇到很多麻烦事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越不好,你的心情越不好,你面对的就是越来越多的麻烦事。 平时可能你做得很顺的事情,也变得不顺了,也变得有很多的问题,这只是大家的一种心理感应,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自己倒霉,如果你认了倒霉的账,你的局面就很难打开,可能你越来越倒霉,所以人穷的时候,千万不可认倒霉的账。 二不认讲义气的账,大家会问,讲义气不是很好的吗?但是在社会上,太多的义气是别人给你设计出来的圈套,所以当你发现别人也给你设计了同样的圈套时,这个账坚决不能认,你认了这个账,压根就不是讲义气的问题,而是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很好欺负的问题。 三不认不明不白的赖账,要学会给别人洗脑,而不是动不动就被人给你洗脑了,参加过很多销售类培训的人都应该清楚,很多的成交都是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都是他们造的场,最后逼迫你成交的,所以当我们还没有实力的时候, 对于那些不明不白的账,坚决不能认,如果认账,就说明你被别人洗脑了。 二失忆不求三人,一不求异性之人,人在失忆的时候最容易失足,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想祝和异性朋友去诉诉苦,撒撒娇,以缓解自己的郁闷和烦恼,很有可能由于你的这种状态,引起别人的怜悯,从而陷入到一段烂情之中不可自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